在美国就医经常看完了门诊 还要到别个地方做检验 让很多人觉得不方便 但是凯撒医疗中心的一站式医疗 帮很多病人省去了不少麻烦 而且还有多元化的语言服务 看病不再是负担 在美国看病最令人困扰的 莫过于看诊与检验常常不在同一地点 看完门诊还要到另一处做抽血 X1等检验 来来回回令病人身心俱疲 但是凯撒医疗和一般医院不同 他们提供的一站式医疗 大大提高医疗效率 就是说家庭医生看他病人的时候 比如讲我可以送他去做 照一个X光 然后X光的那个我可以马上读 拿药的时候在我们的诊所里面 或者在医院里面 他们也可以马上拿到 假如说我需要转诊的时候 病人看完的时候 我可以马上就是把那个转诊 送出去用电脑送出去 然后我的护士就马上 帮那个病人打电话去预约 就如同在台湾或中国看病一样 有门诊各种检验 急诊药房手术住院等全功能的医院 Kaiser的医疗系统是华人所首席的方式 针对广大的华人族群 Kaiser也加入许多使用中文的医护人员 服务华语病患 副师还有医生还有管理人员 很多都会讲中文 然后你到Kaiser的网站 你会发现到你要把中文打进去 所有会讲中文的医生 都会在画面跑出来 即使遇到不使用中文的医师 Kaiser还提供即时语音翻译 让病人与医生不用担心语言问题 同时为了加强病人与医生之间的沟通 Kaiser推出KP App 让病人能透过手机预约挂号 拿药看报告 甚至还可以线上看诊 多元化服务 让看病不再是负担 Kaiser的理念以病人为本 先进的医疗技术为辅 进而建立起医院和病人之间的信任 让病人使用Kaiser的医疗服务时 能全然安心 中网新闻采访报导